中央落實《港區國安法》後 黑暴黃讀輸得只剩下幻想 幻想可以推翻中共 幻想可以建國做香港皇帝 還幻想可以chip-chip地移民英國 話說黃友心目中的宗主國英國 推出什麼BNO五介一計劃後 不少黃人沒有考慮自己能力和將來的生活計劃 就扑倒去申請 沒有能力、沒有計劃衝動移民的結果是怎樣? 之前已有不少相關消息 說找不到吃要回香港 住漏水屋無教好訓等等等等 拿著60萬甚至40萬想一家移民 總之就搞到自己初四的樣子 近日在移民英國群組裡頭 又有天真嬌出現 有人出帖問網友 說自己本身沒錢 很努力地鬥 目標是12萬給4個人申請移民 尼無看錯是12萬4個人 還要是未有還在儲存 Post一出 不少黃人本著叫人充精神 鼓勵樓主努力加油 要去英國呼吸自由空氣 為小朋友將來打算暈暈 同時也有清醒的人叫他算吧 大人不吃小朋友都要吃 何必沒錢都要走 阿樓主他就盡展天真一面 叫他充就照單全收還要說多謝 勸他或者叫他算數的樓主就說對方是假帳 還說人家說到窮人不長得兒子 所以很生氣 老實說要走的從來都不應該留 但是又沒錢又有大有小 明知走了都沒前途 隨時害小朋友 網友都好心提醒一下 怎知就熱念貼著冷屁股 好心著雷劈 不是說不准你走 是想你準備好先 這樣都要生氣 其實一家大小移民要考慮的事很多 不是說你有憧憬就行 單身寡仔的話 拿著12元就走都無人阻礙 好像另一個post那樣 有單人移民英國 問網友英國有沒有劏房租的 那不是多好 去英國住劏房 說出來都特別認識 真是要跟他說好行格不送 開了香檳又怎說 香港是福地 多少人上來都行不到 但皇友就說想在這裡被迫害 會沒有自由千方百計都想走人 不然就會覺得他們很可憐 亦如視他們未來更加可憐